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亮晶晶晶晶晶晶 但是呢 这个轮胎的部分 你们会怎么样来保养呢 有人会在轮胎上面上游 也就是所谓轮胎游 但是上不上轮胎游这件事情 其实说法蛮两极的 对不对乃哥 其实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如果洗车 自己洗车的话 其实就像刚刚的保养一样 你可以顺便检查一下 你车子上面的一些损伤 是你看不到的 尤其是轮胎 轮胎很重要 很多人买车说 我最重要的是什么 安全 我有ABS Traction Control什么都有 但是忘记换好的轮胎 有点像是你一个奥运选手 然后竟然去穿草鞋一样 所以轮胎对一台车子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你在洗车的时候 除了可以让它亮丽之外 轮胎你也可以顺便做检查 比如说有没有刺破 或者是胎纹 是不是已经不平均了 是不是要掉胎 还是说需要更换 像台湾现在已经规定 超过六年以上的轮胎是不能够再使用了 那我觉得这个有助于现在行车安全 那回到冠宜刚刚说的 到底这个轮胎油适不适合 这样子天天抹 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美观的东西 它其实对于你的性能 或者你的这个轮胎寿命啊 都没有影响 但是呢就像刚刚爱大说像蜡一样 有的东西过之而不及 是什么呢 你如果喷太多 你如果没有抹匀的话 它会怎样甩出来嘛 所以我觉得说你让它漂漂亮亮 干净净 亮晶晶的我觉得是很棒 可以让你的车子更有感觉 比如说你改了一个很好的轮胖 花了大钱 结果轮胎却是 好像没有什么光泽 好你可以做适当的去涂抹 但是它对你的安全或者你的性能 都没有一定的效用 但是美观有效用 那记得就是轮胎不要省 轮胎千万不要省 不是说我帮轮胎厂做广告 是最重要的是轮胎才是 开车最基本最安全 不管你保养不保养 轮胎是最重要的一款 对真的因为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嘛 那之前因为冠宜的车是有贴膜 后来我发现上轮胎油 就是我去外面洗车的时候 他们都会很好心帮你上轮胎油 结果呢一上轮胎油很亮对不对 然后甩到身上的时候啊 你的那个贴膜 后来那个原厂就告诉我说 就是贴膜厂说 拜托你不要上轮胎油 因为那个很不好清洁 所以如果你真的车子有贴膜 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当然对于爱车的清洁啊 或者是保养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 大家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去停车场啦 或者是在一般的就是道路上 你会看到有一些人停在路边 它那个雨刷就会这样立起来 这时候有时候你会想说 它是不是忘了放 有些人可能会很好心 把它放下来 实际上呢 它为什么会这样立起来 有一套说法是说 为了要让雨刷的寿命更长 是这样子吗 庞德老师 是 我想大家会有印象的 应该都是我们 比较有点年纪人 印象会比较多 因为怎么讲 就是后来比较新款的车 其实很多雨刷 你也没有办法单独把它立起来 因为后来这车比较设计 比较请人要保护行人 滚动的时候呢 雨刷虽然是躲在这个 隐藏式的雨刷 所以你也不太能够做那个动作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说呢 比较老的车子 它那个雨刷通常是比较属于 共通规格的 所以我之前那么多年来 常在节目上在交朋友 怎么样去换这个雨刷 然后卖场啊 你这边基本上都很多嘛 很多才 两只才两百三百 也就是世界知名的OEM大厂 都很便宜嘛 其实上面也有 也有这种所谓 Universal的这一种头 就很多种头 你大概基本上都换得到 但是呢 有一些车 它就是雨刷可能两边长短不一 然后呢 它上面可能还有扰流板 然后甚至它那个扭扣 我跟他讲那个Universal Code 它不是Universal的 它是该车专车专用的 像那一种还真的 你非买原厂的不可 哇 那一组可能一问下来 好几千块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我也跟朋友分享说 那你就可以这样子啊 其实就算说这个框框 长得不一样 其实你把它拆下来之后呢 它那个胶条也是共同规格 是的 所以你只要知道 你这个原厂这一只 长得很奇怪的 不一样的 比如说是22的 你就到卖场去买22的 好 然后宽度一般是6mm或8mm 再比对一下 只要宽度长度一样的 然后呢 透过一点小小的美杠 大家可以看影片 我有教了 把那个胶条拆下来 把它装回到原厂的 这一个雨刷的框框 刷起来就很棒 但是当然我必须诚实的讲 即使是这种卖场卖 这种国际大品牌的这种雨刷 其实卖场卖的 这我没有证实 是我的经验显示了 我觉得卖场卖是那个品牌的B货 交原厂的是A货 因为原厂可能就是 你新车买来 台湾我们知道灰尘多 雨多 你雨刷用量很大嘛 大概新车买来 要第五年 他觉得开始有点刮不干净了 但是呢 你去那种外面卖场买 即使看起来是大牌 那不是防茂瓶的 只是我认为是B货 那种方式装起来之后呢 其实大概用个两年 大概也就开始有点刮 但是两年也是很划算嘛 所以我觉得 如果掌握这些方法的话 也不要那么辛苦 去把这个雨刷架起来了啦 而且我们都有些风险嘛 比如说有人就把你放回去啊 甚至那个 那个一般的这个弹簧扣嘛 新的时候可能立得很紧啊 旧了之后呢 搞不好 忽然间一弹回去 棒一个 搞不好还把你的 这个掌握玻璃打破嘛 所以我觉得不要再那么省了 雨刷就是卖场 去换整支的 或者说呢 照我讲的胶条换 就算没有原厂那么好 大概用个两三年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像之前呢 冠宇爸爸真的 他的窗子 因为竟然有鸡毛胆子耶 我说你拿那个来干嘛 爸爸说 反正他只要早上一出门的时候 他就开始 把那个车上的灰尘 用鸡毛胆子给胆一胆 小熙你怎么看 其实鸡毛胆子这种东西 现在真的是不多见 但是这个东西 对我来讲很亲切 因为小时候 我身体要是有什么零件 出了问题的话 我妈就会拿鸡毛胆子 帮我好好地修理修理 所以呢 这个我常常觉得说 鸡毛胆子东西 放在大卖场呢 应该要放在教育用品内 而不是清洁用品 确实啦 玩笑归玩笑 鸡毛胆子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是比较看不到 它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早年我们在养家畜 其实鸡鸭额很普遍 鸭跟额你把它KO了之后 那个鸭跟额的羽毛很保暖 可以拿去做衣服 鸡毛通常都直接丢掉 像我阿嬷养鸡 有时候要宰 做这个全鸡餐 它就是鸡给它 一刀没命了之后呢 然后热水烫一烫 鸡毛就扔掉 后来就有人发现了 其实鸡毛 它的清洁能力还蛮强的 就把鸡毛剪一剪 然后呢 黏在棍子上面 就变成我们鸡毛胆子的雏形 那早年为什么台湾 鸡毛胆子特别多呢 那是因为闽南语的关系 我们拿起鸡毛胆子 就是一个协议叫什么 叫起家 起家的意思 所以早年我们在买新房子 在开新车 就要在车子或房子里面 摆一支新的鸡毛胆子 放在那边 就是讨一个吉利的兆头 不过话说回来 鸡毛胆子跟浮尘 它都是为了要清洁灰尘 那像我们在室内用浮尘 用这个鸡毛胆子很好用嘛 那你说车子 适不适合用这个鸡毛胆子呢 坦白讲 我们家以前的车子 也有放鸡毛胆子 可是我们拿来干什么 拿来清内装 拿来清那种 没有烤漆的地方 那如果是要清洁车身 大概我们清那种 美国车的皮顶 或者是白铁的保杆 尽量不要去清到烤漆 因为它跟那个 我们一般除尘部的那种 原理是一样的 就是拿毛巾去清灰尘原理一样 你就先把灰尘压着 然后刮着 然后把它给带走 所以灰尘里面可能会有沙子 沙子的成分是食鹰嘛 那可能就会造成 你烤漆上的一些刮伤啊 所以我是不建议 你用这个鸡毛胆子 去清汽车的烤漆 而且那只是旧